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师兄师姐们吉祥 今天为大众开播佛学节目 节目的主角呢,介绍一位人物 是月称,月称大师 月称他有月亮的名称 所以呢,日月称其名啊,无有不照 有云日月称其名,为什么无所不照呢 因为天上的太阳跟月亮 它们的光明是照耀万方的 只要不是起了一个乌云的遮蔽呢 日月无私,无常 他不会说照你,照我,然后就不照他 佛教里也经常讲 就是佛光普照三千界 这个佛光呢,只要你合乎条件 就不会起无名邪之邪见 这内心啊,就会豁然的清净,开朗 会豁然的远离悠悲苦恼 而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菩萨 月称菩萨 他是龙树菩萨的下面的徒孙 月称呢,他是大乘佛教中观应成派的论师 也就是他代表的著作最出名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陆中论 陆中论,他其实所撰写的都是 华严经一到十地菩萨修行次地而上一地到十地的整个内容 陆中论为什么被西藏的佛教非常的推崇 而在龙树菩萨下面的弟子 月称呢,这位菩萨他为什么写了陆中论的这一个著作是显得如此的重要 另外现代的一个比较学术出名的一位法师 法尊法师也因为写了陆中论讲记呢 而被就是获得非常多学术界跟就是佛教界的一个认定 因为他这位法尊法师他不仅翻译了陆中论讲记 他还翻译了非常多的作品 是一个了不起的法师 那我们来了解 为什么这个陆中论如此的重要 他到底强调的是哪一部分 除了华言经、十地品、十地菩萨的修行、登地皆位之外 为什么陆中论他在著作上他是以什么为主 话说是以破除所知障还有烦恼障为主 而这个破除所知障跟烦恼障呢 是其实是因为这个所知障是会怎么发生的呢 是因为有智慧没有慈悲心 佛教今天可以传承成2500年 真正的立足点就在于慈悲心 慈悲他虽然就是让很多人很难明白 但是他做得到 智慧呢 他如果不明白就做不到 但是慈悲心他不需要明白的 他是与生俱有的 而他对于破除所知障 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呢 是因为菩萨如果读金刚经熟悉的人 会知道有天眼跟法眼 开天眼的人他有智慧 但是没有慈悲 因为他仍然跟不上就是法眼的悲治病用 而如果您读了陆中润了解月称菩萨的慈悲心 他为什么有办法以慈悲 第一他就是讲实地菩萨修行之前谈到慈悲 等一下我们会来一一做讲解 陆中润强调这个慈悲是因为 他观察到众生应该要开一个法眼 法眼就是菩萨为适应整个众生根气的 应激因气的这个因缘 也就是像我现在在讲经说法 我会说 龙树菩萨的中润学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学禅宗的人 但是你没有学禅宗 你没有打坐参禅 也不是正式的佛教徒 又或者你根本不是佛教门中人 那么我刚刚所说的这个言论 对你而言就不是很适用 您当然要把如来藏为是中观全部学好 所以我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我会把条件因缘讲得很清楚 我说的是学禅宗的人 要把愣且经跟中观学一定要懂 如果你坚持要学为是是可以的 那么在中观之上 就是如来藏的原始佛教的思想 如来藏你一定要让自己非常的掌握 整个人言 人言经他到底在说的二十五菩萨的修行 他是怎么修而来 然后你读为是可以转世成智 这样如来藏中观为是都只是凡夫的分别 他还都是一个佛称 都是大称的根本中心核心 而这当中的分别不是我们这些凡夫能够运作的 那都是已经登地菩萨像龙树菩萨这样的一个大菩萨呢 他才能够讲清楚这里面的法眼 也就是我现在要讲的所知障 是因为菩萨要应激应气 度化众生的缘故 所以他召见了什么 世俗地跟圣意地 但很多人呢 他并不懂什么是世出世法 也就是没有忏悔 没有读普贤菩萨十大愿 他所强调的 还有就是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每天都是我们僧人必诵的功课 就是忏悔是我们僧人一直会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会有无名 我们会自知惭愧 不会因为不知惭愧呢 而愿意把自己的所知强加于人 就是说我们愿意随缘放下 随缘观机斗教 这就是菩萨的资量 也就是一到十地菩萨的修行阶位 也就是路中润里面探讨的一个根本的 最重要的核心 而这个核心却是建立在以慈悲为路首处 慈悲这个法门在华言经同样的十地品 并没有被提出 所以很多人呢 并不知道为什么慈悲的重要性 慈悲它是让我们开法眼 不只是开天眼 因为你会关心到这个众生 它的根气 它的学习 它开了一个媒体 它的影片发布对象 让它能够接收的资讯 只有这些人 而我开的一个影片呢 我从来不会花钱去买几万的赞 或者是花钱去买很多人的回应 我从不做这件事 第二 我更慈悲的把我下面的留言处一定完全开放 恶言来我接受 善言来我接受 为什么这么普门大开呢 因为我们学习的是大乘菩萨的精神 而我开的影片 只要有二十个人看 我就心满意足 这里面固定一定会有 佛学院的院长教授 那就不提了 大和尚一定会看 所谓的大和尚这一类的人呢 一定是不是小道场 然后呢 重要的政府官员也不提了 那最重要的是 有很多愿意学习的这些佛门中人 这些研究生 他们都是心心意义想出家的人 他们心心意义是愿意奉献的人 而这些人愿意看我的影片 我的影片呢 并不是设定 设定给就是广普罗大众来看 但是如果真的哪一天 报上了真实的十万人百万人 来阅读我所做的讲座 那时候真是佛法形容了 但是我们很清楚 这个佛法甚深啊 难遭难遇 而我也借由就是 一个师姐她要去佛学会考的考试呢 然后她说法师我 可不可以付你两万元 我求求你哦 就是来我这边上课 我跟她说不行 因为我要做音乐哦 不能去你那边上课 那我再跟她说 那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你 就是闲话假常哦 如果你说要得到佛法 佛法也不是用金钱衡量的 佛法不是贩卖的 我也绝不这样做 然后你说开班授课呢 现在我的音乐音乐在做音乐 所以也没办法过去你那边 所以我愿意就是去 开这个佛学讲座 而我知道她在带孙子哦 所以我只要做了影片 她可以review 就是道带重新收看 这就是我以这个心 以这样的动机去做影片 没想到我竟然可以 就是获益良多 而我给你的呢 其实已经是尽量压低到一种 就是大众能够吸收佛法的方便 就是度化众生故 差别诸相 了了分别 众生的心术 前因后果 我们要当菩萨的人 一定要生起如幻缘起的观察志 也就是说不能把就是研究的这一份理论呢 拿到这一个频道影片去宣讲 这样的话呢 恐怕会有很多人 他并不是学佛人 他收看我这个佛学讲座的影片 他会看得很吃力 所以我们要去理解 要断除众生的所知障呢 就一定要了解就是一个生死跟涅槃不二的一个真理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要不厌生死 因为也不要住涅槃 这就是慈悲的本意 也就是说要卑制双运 利乐有情 要断除这个所知障呢 也就是目的在这边 要利乐有情 这个人法呀 要二空啊 然后在金刚经被广为宣说 也就是说 这个人 人像 要空掉他 很多人呢 说时思悟 对尽生命 为什么 因为他会看到说 我看到你 绝对没有证悟 那样的情况就是 你已经落入人 就是众生的 这个众生相 因为一个人 如果落入众生相的人 必定有我见 我的看法 我看见了 可是你如果真的学懂了 中观你会观察一件事物的全貌 就是说一件事情的核心 也就是说你说 我观察到这个人没有证悟了 但是他观察到这个人证悟 跟没有证悟的前因后果 这是不够的 你要观察这个人 说他已经没有证悟 却说他证悟了他的利益在哪里 就是说我们这样是诸法无我的 就是宽广的心胸 宽广的胸怀 就是高广明大 就是在新云大师的新云全集 大师全集里面提到一个说经 就是讲经说法的人 他的心量心数要正当之外 如何高广明大 像月亮一样 他为什么能够高挂天空 能够高广明大 是因为他的心量很大 能够看见诸法无我 也就是说 我分析你这样看的缺点 但我了解为什么你会犯这个缺点 而我还能够理解 你这样说虽然是缺点 可是一定有存在你优点的 这一个部分 你也同时能宣说 也就是说 我一直强调的影片制作要双赢 如果你设定一个对象 然后你不停的做毁谤跟攻击 那是弱入因果 你就是不懂诸行无常 也就是说 你的诸法无我 就是心量不够宽广 就是你没有宽广的看见三法印 也就是 印顺导师一直强调 以佛法印证佛法 也就是说你现在讲佛法的时候 要用佛法去观察佛法 所知障让我们如果撤除的话 会离开烦恼障 所以所知障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了解诸法无我 你就能够宣说这件事情的 利弊得失 而不是只有它的缺陷 也就是说 我经常说我的生日跟荣树菩萨同一天 但我从来没有说我开悟 这一点我必须澄清 第二点 我从来没有说我是荣树菩萨 这一点也要澄清 而诸行无常呢 它是属于直观 就是从高点看下去 这件事情 它是植入的观察 植入的观察就是 这个现象的发生 它其实是在变化之中 也就是说 所有的因缘 人事物 分分秒秒 刹刹那那 刹挪刹挪 都是在变化 生住一面 这当下如何让无常 形成一个美好的共识 也就是 极尽涅槃 一个是直 一个是横 一个是竖 一个是竖 一个是现象从高处看下来的直观 也就是这三法印的运作 就是我刚刚一直强调的 如果你没有心中没有就是没有懂得破除所知障 那么就很难进入越称菩萨 他要写的路中润 这个慈悲 他的一个重点 因为他理解就是了解别人 了解别人是一种体谅 然后宽容别人也是一种和睦 还有接纳别人呢 就是一种群我知道 关怀别人也是一种有爱之道 而一个人为什么坚持我见我直 然后背着很多的三藏法术啊 就是那些佛学名像 然后一一宣说 说实似物对境生命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做不到慈悲 也就是说不够了解别人 所以他不懂得宽容接纳别人 欣赏他人 而人之所患呢 就是陌胜于不知自己其恶 人之所美 陌胜好闻己过 然后人之所贵呢 莫过于明理好意 人之所鄙视的呢 就是莫大于寡怜贤耻啊 人之所尊贵的 也就是我要说 这个月称菩萨他为什么尊崇着慈悲 所以人最尊贵 所最尊敬的对象就是慈悲之外还要牺牲 也就是说像月亮太阳这样你带我如何不重要 我带你如何很重要 我是无私无藏的 也有人是说这个官场职场你多教了别人一点呢 因为你说我是老师我就多教你一点 这样的话我是培育了对手 但是月亮太阳没有这种心思 因为他给你的都只是他想要给的这样的心量 一个真正的老师永远不害怕学生的超越 他看到的是世界的成长自己跟不上 而不是一对一 也就是说我们开了一个媒体节目做佛学节目的探讨 既然你有这个福报种子 那么你就要用运用自己的品德 端正风俗才能足以建立秩序 而且如果你的聪明不懂得深谋远虑 那么你一定不会有坚强的毅力来创造事业 因为你就是哄抬 就是恭敬三宝一定会有善法神来护持你 你毁谤三宝一直批判三宝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就算你运用多大的资粮 将来的果报就是那么大的资粮 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 人我相处之道 重在随缘不变 利害得失之前 一定要懂得不变随缘 所以我在开我的佛学节目呢 我尽量不喜欢谈一些八卦 我不喜欢谈一些就是不契机的这种对象 我比较喜欢就是旧经典 谈经典 那么印光大师其实有强调这个所知障 发生的时候要怎么解决 也就是说一切佛经 这是他讲的哦 一切佛经即产阳佛法诸书 无不令人趋极避凶 改过千善 明三世之因果 是本具之佛性 出生死之苦海 生极乐之联邦 读者必须生感恩心 做难遭难遇想 然后要尽守结案 主尽存成 如面佛天 如灵师宝 则无边利益 自可轻得 这边是说的是好处哦 下面开始说的是缺点 若肆无忌惮 任意泄斗 或固执管剑 就是固执自己 以管溃天的知见呢 忘生毁谤 则罪过明天 苦暴无尽 奉劝世人 当远罪求义 离苦得乐也 因为如果一个正统 受过学院的一个教育的人 然后出来也被当代大师有印证过 应该要讲经说法 那么如果您听了不欢喜 合掌练欢喜 练随喜哦 或练欢喜 这都是很好的功德 但是如果你听了不高兴 然后又妄自诽谤 而这是不离 就是刚刚应光大师所说的 是以管溃天 固执管剑 那么是罪过迷失 尤其如果这个 深仲他讲的又是 依照高僧大德的书籍而宣讲 不是任天自己的意思 然后您还妄自诽谤的话 恐怕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功德 再来我们要来谈 月称菩萨 月称菩萨 它是一个 在佛法弘扬的时期间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佛陀他涅槃的时候 初期是阿难跟迦舍 那幽玻璃解极了 小乘的三藏 再次地下来是 马明、龙树、提婆 他专宏大乘波蕊之教 经常说的是空义的佛教 那再下来呢 就是五卓菩萨弘扬为世 它是比较亲近于有宗 而在佛法流传的三期当中 这个论是第二期 就是龙树菩萨知教所设 也就是说 这个陆宗论 它是属于第二期的龙树菩萨 他旗下弟子 他设受的 也就是因为印度当时候的佛法 他的不别 大约分成四等份 第一个是萨婆多部 也就是依靠巨舍论 跟婆娑论 有没有那石柱皮婆娑论的婆娑 这边都称为有宗 就是含有意识的这个宗派 就是说比较属于 有相啊 有法相啊 有这个韩式的这些宗派 第二点是 较有宗稍微进步的进步呢 这两部属于 他们当时还是说小乘毛 也就是原始佛教 这边其实都是属于 比较分 就是原始佛教 就是比较属于像阿比达摩 巨舍论这一类的 然后在大乘当中呢 也分为两种 第一个是为宗 也就是说离世之外 外境皆无 意思是说 万法唯心 唯心自闹 就是境外无心 唯心自闹 那万法是唯心的 意思是说 就是你所有的事情 如果你心想好 好的境界 你心想坏 是坏的境界 但是呢 中观不谈这一点 他不谈心跟像 他要你离开心 你说心离开心 你说像离开像 当下生灭 则不生不灭 他不跟你分别 这一个 希望让你 心马上恢复 极尽涅槃 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三法印 有没有 诸法无我 他强调的很像是这一类 而且他非常重视 那一个结果就是 极尽涅槃 当下你要提起的时候 随即又放下 提起又放下 提起又放下 怎么看出来呢 就是说 当我说 这个媒体 他的制作节目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的言语委婉了 然后他微笑多了 而且他开始进步了 又有更多的称赞 跟共识合作 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代表 极尽涅槃 也就是说 放下恩怨情仇 放下明文立养 放下收视率 一切以利乐有情 来破 所知障 这样所做的 佛学节目是 功德 无量 无边 而这个细节呢 我之前 读研究所的时候 看日本人写的 所知障 研究这一点 为是研究 所知障 是研究的最透彻 最犀利的 他们的用词 他们的看法是很 不舒缠宗 直指人心 你在想什么 就这么的简单 你想什么 就是获得什么的结果 不要看当下的 一刹那一刹那 我曾经也发布过一个影片 就是这个动作是这样 然后下一篇文章的 下一张图片的动作是这样 然后你翻快一点 这个人的手就这样子 一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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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翻快一点呢 这个嘴巴明明是合的 然后下一个图片 那个嘴巴是开 微微的 在下第三张图片 那个嘴巴是开 开口笑 第四张 哈哈大笑 所以他就会有微微笑 嘿嘿嘿 你就会 你把那个书翻得很快的时候 那个人啊 嘴巴就一直动 一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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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告诉我们 就是说 为是一直强调的是 那个深注一灭 深注一灭的 整个变化线 那一个像 是不能被中观 告知 不能停留在 就是任何的一个像 当中的停顿 因为他是诸形无常 是变化的 他是诸法无我的 不是停留在这样子 也不是在停留在这样子 不是定点的 不是刹挪的 不是诸像 而是诸像飞上 诸像飞上的那个 他说 哎呀 中观你好烦啊 你说不是 手举起来说 不是这个 手放下来说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 你什么都不是 你到底是哪一个 他说就是这一个 不是这个 不是那一个的 这一个 才是真相 那么你又一直停留 就真相 就是绝对 这样叫做 称作为中道 那么 你就忽略了 极空 即假 就是说 这个手 原本 原本是没有的 因为我生出来 故意造作 才存在的 假象 假有的 这个手 无蕴皆空 你为什么执着 如果没有办法 真正的 误入心性 而讲经说法 如人 你收视率 一万人 我替你很担心 我希望你造的 都是善业 所以 我这边呢 也很害怕 唯心有过 所以现在 小小的 少少人 教的都是 大和尚 总助持 然后让他们 去宣说佛法 这样业不是 善恶业 都不是我在背的 我造的很 这个业啊 没有那么庞大 我很心安 但是呢 所以讲佛经 要很小心 一定要 就是 最好是 闭关过 月葬过的人 去讲经 而且是被 就是 真正的 高僧大德 而且不是一个 两个 真的是要 一两个以上 确认你是 可以讲经的人 这样的话 我们的讲经 不落入所知 会比较安全 一点点 而我自己要 怎么感知 这一切呢 就是我经常会 关起来 关起来 不想讲 可是这会是 会有很多的 因缘催促 你必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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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疫情阶段 天灾不断 如何以佛法 安大众的心 你我的责任 很重要 这是我 劝大众的 所以慈悲 就是这里 那我们继续 进入 月称菩萨的 入中论 因为佛法 在这个阶段 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是 以俱舍论为主的 一宗 第二个是 以 就是 他这样写 教友宗 稍微进步的 他认为 刚刚那个是 友宗 空中跟 友宗 他现在认为 这个 中观是 空中 然后 为室这边 是属于 友宗 而介于 为室的 之前 这个巨舍 他是 最大的 友宗 然后中间 这个第二个 是属于 为室 他就是 内心 实有 立三性 三无性 你所有看到的 都是骗记所值 骗记所值 有这个 执着什么 执着有这个 我 有我看见 你说法 有缺失 而中观说 骗记所值 因为 你这样 都是等于 执着 这个线上 跟这个线上 而不是 知道真正 这个实相 这个影片的变动 这个才是 实相 你要招财猫 也要手去动 对不对 好 所以 他希望 就是 不能骗记 所值 而这个 为室跟中润 之间 为什么会 开展出 为室被接受呢 是因为 为室强调 我 强调 这个我 就是他 每一个 看到的 一个细节 每一个 刹挪 都是 确实存在 他把 很多的 就一条线嘛 然后他就把 那个线的 那个 点点点点点 全部把你 规划出来 让你看得清楚 辽落 执掌 但是呢 就是 为室跟中观 就是因为 为中观 直接跳过 那些徐弦 他跟你说 这条线 是有 也是无 或者是 没有这条线 也 也存在 这条线 不生 不灭 这条线 不是一 也不是 不同的 这条线 没有来的 这条线 没有去的 这条线 他说的 就是这一回事 但是 就是因为 中观 讲的 太 直接了 太 直指人心了 太 直接了当了 很多人的根基 听不懂 而且他是 在西元一世纪 才发展的学说 一二世纪 发展的学说 而为师是后来 三四世纪 发展出来的学说 所以 导致这当中 会有一些 落差 也就因为 这个落差呢 导致 荣术菩萨 下面的弟子啊 有佛护 有轻辩啊 他们 之间 就是有一些 看法 对中观的看法 也不一样了 而 这个 阅称菩萨 他 这个论师 入中论 也就是要 就是要 把 大众 对 佛护的 解释的 中观的 误会呢 的现象 把它 平反回来 平反 这一切 他就是 比较 维护 他的老师 佛护 所以 他就写了 入中论 来支持 佛护的 对中论 中观的 一个 见解 跟看法 所以 换句话说 如果要读懂 入中论 要深入 入中论 更应该去 详细的阅读 佛护 对 龙树 中观 中论 的 绝对 的 认识 这样你会 更清楚 越称菩萨在 支持什么 而 当中呢 龙树菩萨 传下来的 这一位 提婆 这个论师 他 这个论师 他太聪明了 写的著作 是没有人 反对的 那我们刚刚 又说 离体了 我们刚刚说 佛教这时候 分成四等份 第一个 又回去 再复习一下 老师就是这样 尊尊教诲 就是毁人不倦 很唠叨的 第一个是 巨蛇论 是大有宗 第二个 次一点 他说比 有宗稍微 进步一点的 经步 就称为 为世宗 第三个呢 就是 再来就是 中观宗 就是空宗 然后 这四步呢 看一下 因为 这情况就是 空宗 有宗 为什么会被 学荣术思想的人 中观宗 最后就是 射 射受了这一切 然后成为 中观宗 可是学荣术菩萨 大教的弟子 那见解 大家都是 有出路的 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提婆 后人尊称 他的见解 实在太强了 同于 龙树 意思是说 他说的 没有问题 他写的 白论 没有问题 跟龙树菩萨 他的思想 完全如出一辙 完全都是同一个法脉 没问题 但是从佛户这边出来 他们弟子一直传下来 在广大的解释 龙树菩萨的秘义 又好像 其后就有这一个 轻辩论师 他就写了 掌真论 手掌的掌 珍贵的真 轻辩论师 还有波蕊登论 这两部论很奇怪 大家好像 比较少去读 佛户伪 都去读 轻辩 应顺导师下面的 后观法师 他们写的著作呢 就比较偏于 这个轻辩论师的 利益 就是说 轻辩论师的思想 被应顺导师 他们这一派的学生呢 跟他们这一派的学生 所喜欢的 那我们读到这里就有 看到了一些现象 也就是提普 没有人研究 佛户呢 没有人发扬光大 而乐称呢 却被后人 因为比较 越来越接近 我们这些凡夫了 那个龙树菩萨 那个太伟大了 西元一世纪 二世纪 那个思想太伟大了 整个呢 这样传下来 哇 终于到了 月城的 入中论 我们稍微看得懂 为什么 因为他写的 慈悲啊 慈悲你再看不懂 没关系 后面的一到十地 那个华言经 注解的那么清楚 明白 你怎么看不懂 所以 入中论 很好读的 我再次这里 恭喜大家 就是如果你 接有我这部影片的认识呢 你真的要好好的去买 入中论 来阅读 也建议可以到那个 佛光文化 去请看看 或者是佛陀教育中心 去申请这些书 或者是上法古山的死贝塔 好好的读一下 入中论写了什么 这个 月城呢 月城菩萨 这位论师啊 他们因为 这个清辩呢 他写了 清辩论师写了 掌真论 波瑞登论 他是在批评 佛户的过失 你要知道 不得了 这个终观当下 分成两派 诶 分成两派 那怎么办呢 这个 佛户呢 下面也是有弟子啊 对不对 好 他就又出来 他是写入中的 写了一些东西 诶 又批评 诶 你怎么可以批评我老师呢 你怎么可以批评我的佛户呢 好 轻便 我跟你 批评回去 评回去你的过失 那在这两派之外 还分哦 分什么 分 寂命论师 寂命论师 他就调和了这个 终观跟维士 取他们当中的 责中之道 也就是说 我刚刚啊 做的事情 我影片前面 在讲所知障 在讲这个 媒体的事情呢 也有点像 寂命论师 我是要告诉你 您不是绝对的过失 但是 你要知道 过失在哪里 可是 如果你怎么做 一定会有什么样的 力处跟利益 就是佛法的利益 您可以 随手而得 因为 现在的疫情阶段 媒体扮演的角色 太重要了 我们就像那个 玻璃灯 我们也很像那个 掌中针 就是说 我们手掌握着的 不应该是权力 而是慈悲洗舍 我们的 玻璃灯的智慧 照亮的 应该是 端正品德 建立社会秩序 跟世界和平为导向 而不是抓住 哪一个 人的过失 大力抨击 这个对你基因的 毫无益处 但是我相信 你接受我的建议 一定调和下来的心性 你的微笑会更多了 你的用词会更柔美 你会更深入 月称菩萨 今天我所开播的 慈悲思想 而如果你得到 这一切的慈悲三昧呢 相信对您 未来弘扬佛法 有很大的帮助 跟快乐利益 如人饮水 人暖自知 中观最可贵的现象 它不是让你灭细润 跟极济涅槃而已 而是创造双赢 双美 和谐 这是佛教最伟大的地方 也就是佛教 今天能传承 2500年 一定建立在 非常稳定的慈悲的心性 我们等下来探讨 慈悲 精明论师 说你们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这个清便啊 这个佛护呀 都各有利弊得失 都各有 他们美好的一切 他就调和了 中观跟为世 曲折中的知见 所谓世俗地 就是因为他有 这个外面的境界 可是没有内心的活动 那圣意地呢 他的内心不执着 这个有我的存在 你看刚刚那个 为世有没有 一直说 他能够发展出 为世出来 你想想看 佛法在传到 中观这边 为什么为世会这么发达 因为为世把我讲得太清楚 而我们这些凡夫 非常喜欢 一定要有一个 我看到的 我见我知 我所认为 我所想 我所能掌握的 骗迹所值的现象 这一切被 为世他们自己也说了 骗迹所值 这就是因为他发展这个 我 让很多人呢 很容易明白 我嘛 你就是讲我嘛 我怎么会不明白 好清楚啊 好通达呀 这个我是最 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哪一个人 不知道我 可是事实上 真的如此吗 真的观察是如此吗 圣意地告诉您的是 内心活动不能有 就是一定要无自信 也就是无我 也就是说 我刚刚说的任何的佛法 是要以佛法印证佛法 为什么以佛法印证佛法 就是以三法印 以中道来印证佛法 以二地融通 就是世俗地跟圣意地的 二地融通 三昧印 有没有 常读八十八佛 大家忏悔文才会懂 但是恐怕很多人只知道一个 就是 诸法无我 这一点 是读金刚经跟心经的人 比较很容易的入手处 可是你光知道这一点 已经不得了 因为知道 未必做得到 越称菩萨这一派 就称为印证派 也就是说 这里有点伤老经 因为他们就已经分成那样子 还有各自有一个 他们这一派的名称 但是 这些派呢 这些派别 你不懂不背起来 你在西藏佛教 你就看不懂 就是藏传佛教的那些 属于中观的理论 你就真的看不懂 越称论师这一派称为印诚派 那其余的两派 何称为自序派 自我相序 清辩这一派就称为 顺经步行 寂命这一派又称 顺于且行 好 那本论呢 他就是 我们这个入中论 就是中观三派当中 就是印诚派的一个主要的要集 就是在 这个作者 就是这个月称菩萨 他是在公元六百年 约六百五十年 这个时候所出现的论师 而这位论师在印度的纳兰陀四刊部呢 当时是红法 是红法 中观的政见 那因为诸部啊 你要知道那时候 真难风起 就是意见旁多啊 大家 微了了 讲不完 细润 皆为这个月称法师所折服 那么他的智慧变差 实在是没话讲的 阴不带言 因为 有人就问他说 就是跟他请法 但是是为难他的 他就说 若诸法缘 生如幻 无实体而有作用 那么 四中所 四中的墙壁 所画的母牛 就应该能够出现 牛乳 母乳的现象 那 就是意思是说 月称师 你应该要让这个 四中墙壁上的母牛 就是有这个母乳 能够流出来 重新来 回到上面那一段文章 有些细节没讲清楚 就是说 来为难 月称 论师的人 就说了 你不是说 诸法如幻吗 既然 诸法如幻的话 都是幻生的嘛 那就没有实体 会有作用啊 你要想想看 他讲的话 是自己打折扣的 你说 诸法如幻 如生 那你为什么 现在又说 没有实体 会有作用 已经如幻如生 又有作用 那么四壁所化的母牛 应该能够出母乳 但是 这个月称菩萨论师 他马上满足他 可是他满足他的事 他真的就让那个寺院的墙壁的那一头母牛 真的流出了母乳 真的有就真的看到 诶 怎么母乳流出来 那个为难的人啊 就是问难 问佛法的这个人 就马上就折服了 因为他吓一大跳 证悟的法力 就已经是这样的 那么 其实就是这个 月称菩萨 这个论师 他就是造这个入中论 他就是因为这个大背心 他其实是要利益很多的众生 要怎样呢 因为你就是拥有我所知障啊 拥有所知障的人 他只开天也没有开法眼 他就是希望他能折服我慢 远离我慢啊 要抉择 中观的思想去 做一切的事情 一定要发扬这个 龙树菩萨的证件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月称菩萨他已经 这个论师他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又继续写 六十正理论的注解 因为他认为 这个人为什么会有所知障跟烦恼障 是因为他没有悲悯心 没有真正的慈悲心 不懂得说 讲经说法是要利乐有情 你要让对方快乐啊 而不是只有知道佛法而已 而是要利乐有情 利益他的 让他真正获得利益的 这样情况下才能远离我慢 然后才能真正的获得 就是远离我慢 远离所知障 而获得大慈悲心 所有的讲经说法 不是建立在大慈悲心呢 你所说的佛法有如魔说呀 对呀 因为都是在自占毁他嘛 几乎都是这样的现象 你几乎听下去哦 那个每部节目打开啊 劝人为善的那一种例外哦 如果他已经会讲到就是说 什么法不好啦 什么法很好啦 然后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缺失啊 都是讲缺失的 没有讲到这个缺失它带来的正面价值 这样的一个慈悲没有建立起来的话 其实你这样讲经说法还是会有一点问题哦 会有漏洞的 会有所知这样遮盖真正的慈悲心 就是没有远离我慢 传承这个宗克巴大师呢 在这当中最初是在容树菩萨的中观的这个时候呢 他所看见的见解没有很通道哦 宗克巴大师 所以他又跑去那个印度啊 再去求法 哎 然后就住在这个洛卡这边呢 就依这个虚空床大师 就决定啊 啊 这是我的师父 就依止他 因为这个虚空床大师 他就是修这个金刚守菩萨来成就的人 所以金刚守菩萨就跟这一位宗克巴大师说 如果你能够前往印度 能够做大菩提寺看部啊 那弹珠弟子皆家恨慰菩萨 不堪印度酷热啊 恐怕会很多人都会死亡 所以就很可惜 疏为可惜 可是如果你在西藏这个地方 西藏就不用到达印度 你就去西藏就好了 你就可以自己就可以寻得这一个中观的政见 而且 那时候他们就称为 称这一位月称论师 他其实是上方世界补处菩萨 发愿要来这个世间 弘扬中观政见的 就是这时候这个藏传佛教这边 是非常的推崇 月称论师 你看哦 荣树菩萨的中观 下面所传承的弟子 已经到徒孙辈了 你看佛护清辩 越称 徒孙辈了 哦不 是提婆要算上来 是提婆佛护 跟 佛护跟清辩同辈嘛 再来越称 已经都是到第三世代了 这样的情况下 被西藏的藏传佛教是如此的恭为 恭敬 越称菩萨 可见 越称菩萨的入中论在中观政见的思想的定位呢 是非常的奇特 大家一定要去把这一个 这一部论呢 入中论 好好地找出来 研读 如果你真的读不懂 我会劝你去读 华言经 第26品 26卷 那里一到十地 十地品 你好好地读一次 大约会有点了解 入中论 那么 综合法大师就依此这样修行 哇 果然 获得了 中观政见 所以 荣树菩萨的中观 对我们 修禅修的人 以及修密宗的人 修藏传佛教的人 修显教 汉传佛教的人 都是很重要的 大不思想 大称思想 而且 在藏地而言 越称菩萨有 绝对的地位 因为这当中呢 在内地啊 内地当中 这一个中观的著书 在 越称跟佛户的著书呢 都 到时候 这时候都没有翻译的版本 虽然是有 七目的中润著 可是 这个文章太少了 而且写得很简略哦 那 波瑞登论呢 哎呦 天呐 尖色难懂 看都没 其实 我要跟大家说 上次我们说的 因果论 对不对 是不是说在 十二门论里面 写得很清楚 但我又发现 哇 他很为观止啊 后来的吉障呢 他写的 中观 中论 论书 有没有 中观论书 他又把 因跟果 写得更清楚 那 如果你 真的再看不懂 你就得推回去 有没有 你看不清楚 这些 空中的 那你就得去看 有中的啦 有中当然 就是要推回去 当然不是看维师啊 维师还二手的 第一手是聚舍论 但是我要提醒你 他们当中的 英语果 讲的一定是两回事 为什么 一个是空中 一个是有中的思想 还有 聚舍论是阿比达摩 他是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的 思想 原始佛教的 对因果的看法 那他 真的是 是佛陀大乘 佛陀的 佛陀那时候 所 理解的 所要宣说给我们的 这一切嘛 所以 其实呢 诸法平等 无有高下 但是 你选择什么 就会有 什么样的人生 跟什么样的知见 无论你选择 哪一个空中 或有中的 英语果 我相信 以三法印 来 以佛法 看佛法 印证佛法 绝对没有错 你就是说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呢 目的 并不是要你生什么心 你还要有 极尽涅槃的心 不是只有 停留在 诸法 无我 这一点 恐怕 不是佛教 就是 学说 研究者 你如果 只有 知见 正知 正见 但你没有 行佛 印证 信节 行证的话 恐怕 讲不到 我现在 这句话 也就是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要让大众生欢喜心 不是只有个人小乘解脱的 一个自我解脱的思想 而是双赢 那时候 布瑞登论很难懂 看都没有 基本的著作就是 中论的27品 然后 抉择 二无我 就是 人无我 法无我 也就是我刚刚一直跟大众讲的 所知障建立在 人 我 相 未空 就是人相 众生相 没有空 我相 也没有空 所以就会有一种 就是 我看见你 做错了什么 我看见你说错了什么 我看见你 怎么 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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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 证悟说你自己有证悟 这种看见 也是一种 我相 跟众生相 的分别 因为 在如来藏的思想 如果你去翻阴 国品 有真正的研究的人 会清楚 心境 国土性 国土境 就是说 基一个真正心 干干净净的人 他所看到的众生相 一切美好如初 美好如初心啊 也就是中观一直强调 不能骗记所值 要看清楚 这个真正的实相 就是不落入深门 不落入灭门 不落入有门 不落入无门 这个有跟非有非无 的那一个 也就是 不是落入手掌在上的像 也不是落入手掌在下的像 不是落入手掌在上的刹挪 那一个时间的定点 你的看见 你的我之我见 也不是落入手掌在下的 你的看见 你的我之我见 这个两个都分开的那一个 才是真正的中道实相 然后一切也不离开缘起 也就是说 你的手往上直了 这个就是一个假有的实相 假有的 假有的这个像 像的存在 假像的存在 也就是世俗地 但是你看哦 这边下来 空 没有这个手 有这个手在举 在下 上与上 这是一个假像 没有这个手是空 那么你不能离开这个空 也不能离开这个手 但你也不能没有这个手 这样子翻动给你看 你会知道实相 也不能说 没有空 然后你完全住在这个手 永远 它不可能一万年这样比啊 所以它不可能 假像永远 恒常不变 恒常存在 或者它手的姿势都没有变化 诸行无常指这个 诸法无我 也就是在告诉你 不要落入细论 也就是说 不要落入这些 骗迹所指 你要懂得 这一切的 一个抉择 二无我 也就是 以佛法 引证佛法 今天呢 其实为大众 带入了很多的 佛教的知见 也非常觉得 为你们庆贺 看了我的节目 了解了这么多 然后 在这个文章里面 我们继续入中论 因为我们的慈悲 都还没谈 这个很麻烦 这个著作中论 27品 要让你抉择 二无我 没有忍我 也没有罚我 对不对 忍我要二空 远离 所知障 对不对 目的 极尽涅槃之后 还要让大众欢喜心 因无所助 要生 菩提心 生 这个 让人 让大家双赢 双赢 双美的心 那怎么做到的呢 也就是 在这种 著作当中 因为 像波瑞登润 很难懂 进入 看都没有 有的写得很简单 有的写得很繁杂 就像那个极藏 有没有 那个阴雨果 哇 我看的真是 叹为观止 还好 我有把 那个 因果品 的原文 就是 龙树菩萨的著作 完全看懂 我进入 我进入看他那个 细节的分节 有没有 他是 他的 他的那个 因果品 分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现在 这样形容好了 有没有 手举起来 手举到肩上 取到肩膀以上几公分 手举到这上面 然后手又微微的向前请几度 像这样 然后又这样 然后 然后又 向上又扬几度 然后又 又这样 又这样 他那个分节动作是非常繁杂的 这样 你光是 因与果的 因缘和合 如果有看过我之前影片的人 你再回去看那个 极杖的 写的因果品 他光是写 众缘和合这一段 你就看都没有了 因为他的分节动作太多了 可是 真的看不懂吗 还是可以的 你耐心的 把它看完 是会看懂的 只是我是觉得 佛法 真的要讲到那种程度 也是另类的骗迹所指 另类的 刹挪刹挪刹挪 这个 跟为事的状况有什么两样呢 他就是 好像影片 有没有 就整个整个整个 给你 停顿点 停顿点 分很多给你看 这样子看 实相 有什么 意义呢 好啦 帮助我们学习 我们一定要终观 就是 讲出他的缺点 还要讲出 利与弊嘛 他是 真相是这样 利与弊 都同时存在 所以 看懂佛法的人 未必会教学 会教学的人 未必会 演讲 讲的人 不一定 知道 讲到 不一定知道 知道 不一定行到 行到 不一定误到 误到 不一定 守到 守到者 不一定 肯 发心啊 发心很重要的 应无所住 而 生其心 智的 还是 发心呢 也因为如此 这么难 文章有简略的 有繁杂的 让后人 容易误解 堕于 断灭之空 就是我一直在讲的 就是说 你一直执着 这个线上 永远存在 这是断见 也是 有没有 就是说 你永远执着 这个线上 永远都存在 这是常见 你说 没有啦 那个 我看到的实相 就是这个人 一直在这样 挥挥手 招财猫 这个是断见 因为你只有 停留到 你看到的 这个线上 但你不知道 他的因缘 因缘合合 众缘合合的缘起 跟他为什么 这样做的 心性跟动机 还有他为什么 这样做的 时间跟 他的立场 还有他为什么 这样做的 来来去去变化 都不知道啊 都不知道 然后 讲的好像 我都懂 这样子 我最懂 这样不太好 因为他不是 佛法的真意 真正的意义 就是说 有时候呢 就是讲的太复杂 其实 没有办法 看懂实相 你想想看 你这样子 这样子看 这个影片 你要传达什么呢 我怎么都看不懂 你 你知道传达 你是招财猫啊 对不对 看不懂 我只知道你是 你还可能误解 奇怪 你是中 什么镜头 对不对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不知道他要表演 招财猫 了解吗 所以不能把文章写得太繁杂 所以 要刚刚好 还是很多事情要刚刚好 就是恰如其分 就是 拿捏一下他的那个 还是 刚刚好 要适当 适分 那月称论师 看到这一个问题 他就 又再写了 他就写了 显距论 随文注释 中论 这样最快呢 我不要再依照你们这些人 所看的 所想的 去注解你们的看法 想法 我直接把 荣树菩萨的中论 直接 注解出来 而且 他在显距论里面 随文注释 详细的抉择 然后再写 这个 中观论 来去强调 这个修行的次第 然后就变成 这个入于中论的门禁 那这个经刚开始翻译出来的时候 这个本全文甚广 但今天呢 就稍微跟大家讲解他的一些概念而已 大药 刚要 那入中论 他的组织呢 其实就是真的 就是以 华眼经的 实地品 也就是荣树菩萨 这个大作者 来他著作了这个 石柱皮婆说论来做解释 那刚开始的两地的 其实 因为荣树菩萨他刚开始其实只有写 欢喜地啦 离构地啊 第一地跟第二地 第一地菩萨的修行阶梯 然后第二 阶梯喔 日本人是这么说 是日 阶梯 修行阶梯 然后 再来又写第二离构地的修行灯位的方法 修行阶梯 那空中住宿呢 都是解释了波蕊的身见 也就是说 你都一直写波蕊的观察 波蕊深度的知见 可是你怎么都没有写波蕊的光性 也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波蕊不生不灭 不依不依不依不长不去 不长不断 不来不出 不来不去嘛 但是怎么都没有人写 如何把中观应用在生活上 就是广行这一段 广行解释的论书非常的少 那么荣树菩萨所写的也只有谁 什么极经论跟法界战 还有宝曼论 来解释这个修行的次第啊 不但谈空呢 但 但是就是 就意思是说 他都没有谈到空中的现象 他其实就是只有讲修行次第 那这个路中论他是把这个空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正知正见 还有修行的次第 还有就是你如何去行门 你如何去做 做中观这件事情 帮你把这些教门做了逐一的详细的解释 从出地菩萨乃至到登地的佛地的菩萨 依次排列出来 每一地当中都叙述着 这十地菩萨他修行的过程的建立的成就的功德 刚开始呢是以出发心修行 然后来指向就是修行次第要有二空之理 则在菩萨度当中就广大的做解释 所以如何说中论呢 也就是说学菩萨的人一定要建立清净的信心 虽闻四句一记也都有无量的功德 今天大众你只要有姻缘开我这个影片 听我讲月称菩萨的四句记 光听一次四句记你就有无量的功德 更何况你是按赞分享 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 还有你的朋友圈以及社团呢 所以应当要先培养真正的信心 深信之法 常观三界轮回流转不息 没有一点点的快乐可以贪着的现象 次第你要去观察众生 如果知道要求出离的人要发菩提心的人 他要修菩萨行 无上的佛果也终有成就的一日 成就的那一天指日可待呢 如果醉生梦死还继续造作生死的业障 这一期报尽啊 随夜瘦身或往人天或往堕 恶去自无主宰 所以应当在没有临终之时要有自己的智慧跟能力自在 来将这个生死大事做一次的解决 不要等待临时的时候手忙脚乱 堕落三途欲求正法呀 不可得耶 也就是说我们要再来就是要思维 有侠的圆满人生难得佛法难闻 五卓二世的大乘佛法 尤其稀有 没有几个人呢 愿意去跟大众谈 波瑞的法门 波瑞法门这种像路中论 中论这么的难的一个佛法的概要哦 今天我是受请托很荣幸的被拜托 而有这个福分 我知道就是有一些佛教界的长老尼 他们也是研究月称菩萨的路中论呢 非常的有心得 我看到他一生的就是弘扬佛法是成功的 所以月称菩萨他的思想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因为我们有前居之见 所以我们应当要在今天文词法者 应当生稀有之心 长官三叶是否顺因果 自然你就会喜尽善事 就是喜欢清净善之事 然后乐闻正法 乐修菩萨行 也就是说在佛法当中 有没有真正的去修五戒十善 也就是不起语 不妄语啊 口业来毁谤正法 然后而且愿意呢 就是听经文教法 愿意依善奉行 就是众善奉行 愿意不失这个人天福报 至少获得礼命忠实 无有忧悔 才不会忧虑跟后悔 更上一层的功德 以此功德 你现在就马上回向 愿当生西方极乐世界 能够或回向往生的地方 是都率天 都是能够成为净土的殊胜之音 殊胜的因缘 在更上一层听经文法的功德 听这个路 就是月称菩萨他所讲解的路中论 在上一层 就是能够深深常指佛法 为大菩萨所设受 就是说你经常听闻佛法 而且你呢 跟那种大山之士特别有缘 你不会就是 我怎么看你都不顺眼 我就是不喜欢你 你就不会有这种思想 你怎么看都会觉得很欢喜 你怎么看都会觉得 这是我要的佛法 这是我要学习的正法 这是我要学习的 出离 生死忧悲苦恼 亲自放下反忧的政治正见 就是说你最后必定蒙佛授记 成佛度众生 在最上一点最上一层 层层无尽的利益 你就能够具足大福得一切的圆满 依这个金刚称极身成佛 也是殊胜当中的殊胜 然而末世呢 福得圆满的根气难得 要以出离心菩提心如法修行 圣身广大行的人呢 圣身世世就经常会被大菩萨所射受 你不会说 路过看到观世音菩萨 我不喜欢 看到地藏文菩萨 这我也没教他 好 坚持普贤菩萨文殊实力菩萨 你不会 你全部大菩萨也都全部很欢喜 非常射受 乃至就近成佛 就是听路中润的人 才会就是会生起这样的 就是这个宗派思想的义去 也就是说 你只要听闻路中润 你会生出这样的知见 如果你是用这样的心来学中润呢 像宗克巴大师跟月称菩萨 他们就是这样成就的啊 所以我们再继续探讨 里面的经文就是路中润里面所写的 我尽量也是用我浅薄的知识跟大众做分享 身文中佛能佛能亡生 就是身文菩萨 身文圆觉 身文中佛能亡生 诸佛附从菩萨生 大悲心与无二会 菩萨生是佛因 这个 祭宗已经讲得很清楚 无论你是身文或者是菩萨 但是诸佛都是从这两边生出来的 都是唯一依靠的就是大悲心跟无二会 无二会我们等一下讲解是哪两种会哦 那菩提心呢 就是成为佛子的正因哦 就是说 一定要归尽大悲心 也就是归尽大悲心等于就是归尽 具有大智慧的佛菩萨 归尽诸佛菩萨的祖师来求他们加倍我们 也就是说 慢山啊 慢山高处无功德水啊 你要归尽就要折服自己的我慢心 这样才能增加自己的功德 而归尽大悲心的人呢 自立立他功德之源从此出矣 你不要说 那个人看起来就是 soso 有没有 但是他虽然soso 可是那个佛法是他这个因缘的视线让你明白的 而这个soso 诸法 法不鼓起 仗尽方身 这个殊胜的因缘就建立了 在这件事项上 他就是你的老师了 而如果没有恭敬心 就生不起 这种就是 法能够入心 法不入心 将无受益 无受益 毫无功德 就不能成就 那么损失还是我们自己啊 所以一定就是在我慢高山当处要了解 没有功德水 一定要归尽折服我慢心 为了什么 要增加我们的功德 归尽大悲心的人 自立立他 功德之源 从此出矣 也就是说你归尽大慈悲心的人 十一个人什么都可以没有 就是不能没有慈悲心 这个慈悲心的功德的这个本源 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 而身文秤就是小 他这时候还是说他是小称 没办法 因为他们那时候 有宗跟空宗嘛 那个对峙的有点严重 当时的佛教是如此 所以他们还是用小称来说他们 小称人听闻佛法来说 说法的声音呢 就自己认为自己已经正悟成圣国了 那么又听闻菩萨的这个称法 但为他说另比修行正果 而自不修 这就是声文 那中间的这个佛者呢 意思就是辟之佛者 我们先把刚刚那一段话讲清楚 比如说 有一些人啊 他听了佛在讲经说法 然后自己就证悟了 可是又听到 就是菩萨的一个大称的佛法 是为他人说的 然后就是帮助别人修行正果 可是他自己却不修行啊 他都是讲经说法 让别人懂 自己都不懂 让别人懂了 别人就去做了 就这样去修行 他自己都不修 这一类的都称为声文 那中间还有一种佛 它是属于辟之佛 也就是我们佛教所讲的原觉 在刚开始他就是 佛说他觉悟很真实 因为这辟之佛 他觉悟宇宙缘起的真实 所以也是称作佛 可是呢 他就是比声文下 他说下月声文上不带佛 意思是说跟向下比 比声文还高 向上比还不及于佛 所以佛也又称作能人 就是说真正的佛 他是因为有人爱之心 他愿意生出真正的本能 人爱众生 就是说他这个人爱众生的心 是为了要断自己的烦恼 然后也是为了要出生死 然后要降伏似魔 然后也是为了要度众生 这样的种种原因 是这四个原因 所以他做得到能人 人爱的人 那么以声文等 他是具备以上所说的这四种意义 所以他可以 这个佛就可以称为王 那别于声文 但是就是说 因为声文他并没有要度众生 那所以他能人 是包含这四个意义 一定是声文 他有以上几项 四项有几项做不到 就是那个度众生 那个度众生跟福四摩 应该都是做不到 但是佛陀呢 他为了要度众 所以他就转四地跟十二因缘的法轮 在这当下的后方 后面就还有这个声文圆绝 所以才会说 声文圆绝都是从佛这边生出来 菩萨呢 也就是在替这个佛转法轮而发心呢 所以菩萨也称作 是从佛这里生出来的 但是诸佛因地皆 曾经做过菩萨嘛 对不对 不是果位就马上成佛 他一定是在最开始因地 就是最初之因 种下那个因缘 才能成为佛 刚开始也只是菩萨 对不对 因为菩萨是佛的亲因嘛 那诸佛就出发这个菩提心 也都是由这个菩萨来劝他的 像释迦 如来 还有弥勒佛 都是由文殊菩萨劝导而发菩提心的 这也是长知识哦 那菩萨为了佛而增上缘 所以从这两亿来说 诸佛是从菩萨生出来的 而菩萨也是因为这个三法所生 就是大悲心啊 无二慧跟菩提心 那大悲心呢 其实大悲心我们懂哦 但是这个无二慧就是观诸佛信空 无有实体 不值为有 而是因缘所生 而非断无 也不是断见 也不是没有 那如是观诸佛信啊 信空原生如幻的智慧呢 与执着这个诸法实有 众生有我的这种无明直 这种妄想执着 就刚好是对质的 因为很多线上就是这样 但很多人不是很明白哦 你观察诸法信空呢 没有这个真正的实体 不执着是有的 这个线上是因缘而有的 你也不可能没有这个因缘 那个莫名其妙 你把手举起来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大家就是一直强调 有这个手 有这个手 他观察到这个手 然后你有举手 你犯罪 但是你不知道 它是什么因缘而产生的 而为什么要有这些动机 这些想法 要去把这个手举起来 所以不是看这个像 你要看他的动机 以他的动机跟他的因缘 来判别罪服 所以很多人是不知道 他就是众生就是因为 有我看见 你把手举出来 我有我看见 你举起手 你就是有过失 有没有 为证为证 没有证悟说你自己有证悟 你就把话听错了 因为有我听见 又把我这个知见 放在脑袋里 然后又从我的嘴巴讲出来 造作自己不知道 我造业也不知道 都是因为有我 就是这种众生有我 这种无名的妄想执着 然后 这一位月成菩萨 他就用慈悲心跟无二会 来对峙这种所知障 了解吗 其实这一切就是 会被开展成所知障 跟烦恼障 原因在这里 就是因为众生都一直执着 这个有的现象 而不是去看清楚 很多这个现象是因缘而生 因缘而灭 就是说 他会说 像我会说 我龙树菩萨生日 一定是我后面要讲 龙树的中润 并不是被你曲解为 我是龙树菩萨 这样是断戒 你根本就是截断了人家的话 而且放大邪恶 这是不对的思考 应该要看的是 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讲 他是在建立大众的一个信心 就是说如此热爱 龙树学有原因 建立大家一起学龙树思想 这是正面的看法 也就是会讲这句话 是有他必然的因缘性 而不是要强调 那个我差很多 而是要强调这个因缘 跟菩提心 跟利乐有请的心 这就是断除我慢 所支障最好的方法 所以如是观 诸法信空会 生如幻知会 与执诸法时有 但众生有我 知无名忘旨 来 因为这一切 越称菩萨讲了无二会 来对峙它 那么 又为了断这个烦恼 出生死的阻力呢 菩提心分两种 第一种是 圣意的菩提心 也就是出地的菩萨以上 他通达了缘起性空 同时他又发愿要利益众生 第二个是世俗的菩提心 也就是他所谓观察三界皆苦 犹如火宅 朔朔思维 生决定节 复观众生颠倒 啊 天道哦 你这些人 天道呢 如病乐狂 以苦为乐 不知出离 而一切众生皆我 父母眷属 所以 我生起大悲心 设 想方设法 随机教令出苦海 故愿成佛 为立众生 愿成佛 及菩提心 有此心者 不是为了明文立扬 他是 有这样发愿 要度大众 出离苦海 这就是菩萨心啊 然后第二个寄送就是说 悲信于佛广大果 出油种子 长如水 常识受用 若成熟 故我先占 大悲心 你看哦 这个悲心啊 能让你在佛的 成佛的这个广大愿 成就广大果 也就很像 这个大悲心 就很像种子 长在水里面一样 经常受用 哪一天它成熟了 啊 就成就佛果了 故我先占 大悲心 你看 越称菩萨 多重视 这个大慈悲心 就是这个送 祭送 非常的显示 大悲心 很重要 也就是说 菩萨 出发心 的时候呢 就很像种子 菩提心 就很像 这个菩萨 音啊 大悲呢 就是 菩提心 的音 如果没有大悲 唯求 自了 很多人 反正我懂 就好了 我懂那么多 龙树菩萨学说 我看懂 我治疗就好了 在职场 教了一个学生 不就等于 少了一个老师吗 对不对 薪水都付给 那一个 新来的 钱比较少 可是事实上 是这样吗 如果 我跟你说 佛 是永远不缺 也不会那么多人 成佛的 你放心 而一个真正的菩萨 观察的是 大众怎么都没有成佛 大众怎么都没有起来当菩萨 他不会关心的是 自己被淘汰 因为 淘汰 也没有真的被淘汰 因为你被淘汰了之后 你在 广修菩萨行 资量 还是很高的 也就是说 你要比的是 跟大众比 而不是在同一个单位 跟这些人比较 那没有用 那不是 真正的慈悲 佛菩萨 真正的慈悲 我会的 无私的 教给你 教会你 就像我现在开播 无常的 就开播 把我的知识 把我 据我所了解 解读的 讲到你懂 因为我知道 我会 讲到你懂 所以我愿意 讲 让你懂 只要你懂了 又多了一个菩萨 这在佛教而言 是一件 大圣事 大乐事 广开菩提种 何乐而不为 所以若无大悲 为求自了 终不发心 去佛果故 那么 终为 修菩萨行 这当下 要经三大阿僧奇节 调伏 无数刚强 难调的众生 那么 这时候要 难远能忍 难舍能舍 常识的苦行 方尘佛果 你放下了很多 的一切的时候 你等于也是在放下很多的所知障 你等于也是在成就自己的很多的大悲心 最终成佛的人 就是你自己 不可能是别人 你看星云大师 他留下了多少世界各地的佛种 多么的多啊 真是 别人是一花开午夜 我看他不止 星云大师不止开午夜 他的佛种实在是很 很硕大又很多 所以 这是大悲心的结果 若非大悲心的认识 那个菩提心 有时候会退失 因为教那个徒弟 不止刚强难调 背叛啊 你知道吗 反叛心很强 而且不照 师父老师教的大悲心 去利益众生 利乐有情 他是为难有情 所以 就好像 种子种在田当中 如果没有日光水土 必 煤烂腐坏 不能成长 也就是后面所谓 成佛果的时候 三生四智 圆满俱足 断至二德 就尽成就 而不入涅槃 应机说教 任怜度身 敬未来记 也是由大悲 如果没有这个大悲心 应该要进入涅槃 也不需要心情的去进入 去众生当中 去做历生的事业 也就是很好比喻 就是这些稻苗 荷架 成长 可是突然就遇上了 有没有 结冰的冰块 冰包啊 不能成熟 或不得受用 所以大悲心 初中后三十 皆最重要 就是为了这个大乘佛法之中心呢 站着 以与业 敬离业 你要知道 毁了一个有大悲心的菩萨 你等于 就是把一个可以救世界和平的人 毁掉了 或者是说 你毁掉一个大悲心的建立 你建立很多人 都是仇视心 对立心 批判心 这种建立 而不是建立那个 就是涅槃的心 应激说叫 来让大悲 传染大悲 让大众都好 你好 我好 自己好就好 不用人人好 这样的话 就不是以佛法来断治二德 圆满具足 究竟成就 因为 因为很多的人 他认为 就是说 我会就行了 我不讲 但是 大悲心的菩萨不是这样做 他是不入涅槃 应激说叫 他看见众生需要 而你这样做的话 就会等于 你是在种福田 那个荷架 到最后都是自己收成的 因为他现在懂了这一块 未必会懂另外那一块 他改天 他真的懂了 他会很感恩 很感恩你曾经的付出 所以 大悲心收成的 就是以雨夜来礼尽 诸佛菩萨 礼尽一切众生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再来我们继续 就是济颂说 最初说我而知我 赐言我所 则找法 如水车转 无自在 原生心悲 我尽力 这一半呢 这个济颂就是在解释 大悲心的三种差别 悲呀 是以拔苦为体 骗一切众生 所以才称作大 Maha 摩赫就是大 旧索元祭呢 差别啊 他又称作 生缘 法缘 无缘碑 这当中的祭颂呢 解释 生缘碑呀 生缘碑呢 就是所谓 我 跟你这个众生有缘 所以我兴起这个大悲心 那这前三句的 他所名所悲呢 是因为说 这个众生是因为 我才有这个名称 那这个众生本来叫众生 他为什么 有他的名字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我嘛 要分别 我是谁 你是谁 他是谁 所以各个是谁 所以有我 各个都有我 才称名 名字 再来就执着 我所执着的 就生起 我所执着的法呀 我执着我的知见啊 我执着我所看到的啊 我执着我的衣食受用啊 一直轮番 摄取不舍 摄取不舍 一直追逐啊 而且 追求这件事情啊 毫无止息 何尽则贪 不何尽则起 称恨心 何我心意 贪心不止啊 贪心不止 不何我心意 开始称心了 生称恨心 由贪称吃呢 他的疑惑 一直生起来 造业 又受苦 流转生死 在这个生死当中呢 生成啊 起起伏伏 有没有 人生难得 佛法大海当中 如那个 归幕 如归 有没有 如归在伏幕 归出伏幕 但是很多人 没有这个看法 所以这种衰老病死 如四大山呢 东西南北 合围起来 就逼迫这个友情 无可幸免 大众都一样 每一个人都一样 被这个生死 生老病死 所逼迫 不会说你比较有钱 有权 有才华 都不会被逼迫 每一个人都一样 今天你造下 逼迫谁的种子 哪天你就收成 这一些和苗 这是因果必然 所以 如果与其如此 我们不如不要逼迫 我们应该做的事 随喜赞叹大悲心 也就是说 修行次第当中 入中润 强调大悲心 也在这时 无名原形 乃至老死 次第流转 就很像水车 有没有 注意些啊 循环不息 循环不息 水车啊 水车降临的时候 一生时难 也比喻生死当中 堕恶到容易 生善去 非常难 也就是说 在这生死轮回当中 就很像那个水车 一直流转 但是你要得到 往生善人 要往生到好的地方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呢 你要堕入到恶道 是非常容易 问题在哪里 因为他支箭不正 他认为 反正 杀人是对的 总而言之 杀了一个 杀一紧百 又或者 杀这件事情 毫无过失 他认为 他自己不会受报 事实上 真是如此吗 有情最初一念 物质我顾 流转生死 受无量的苦 远比 无意 受苦的众生 而心悲 故生 称为 生缘悲 你看哦 有的人不是这样想 你跟我无缘 但我看到你 快要死去 我受不了 我只知道 如果我汇款 可以救了你 赶快汇款 如果我去兴起 大家赶快知道 这件事情 我能看见 有一个缘分 去帮助你 就算你跟我不认识 无缘大慈 兴起大悲 我还是要赶快 兴起这个活动 让很多人知道 你是需要被帮助的 然而只因为 生缘悲 就是看见众生 不忍众生苦 而生起这个 大悲心 就算你跟我无缘哦 我这个菩萨 都会生起 生缘悲 想救人 更何况 是我们有缘 还要互相的 不成就呢 所以 所有的修行次第 在度化终身的情况下呢 真正的无我像 离开着 诸相非相 四相 建立的还是大悲心 那在这个 修行的次第当中 为什么 龙树菩萨传承下来的中观到月称论师这里强调了你要修那十地菩萨的修行第一个 第一个第一地是欢喜地你看哦 欢喜地修完才能修到第二地是离构地第三地是发光地 有没有智慧发光 第四是智慧像火一样焰火在烧起 因为这些我都研究过 在第五是南圣地 好 进入了佛法非常殊胜的境界 是非常困难能够体悟理解的 第六是现前地就是你真正获得了波瑞智慧已经拥有了波瑞这个资格 已经懂得什么叫空性慧真正体振什么是空了空至空慧 清楚明白波瑞至现前 再来远行地呢 第七地就是像梁武帝菩萨的修行已经快修到把这个无身法忍的众生忍 跟对法的忍耐 你已经背在身上非常的久 而且你所造的资量 因为你在第六地已经证悟了波瑞智慧 你用智慧去度化众生 远行到他方之处是好像媳妇熬成婆一样 而且你在这当下每一念都有做真正的清静回向 在远行地强调这一点 就是有做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上正等正觉 愿我今天所做的功德智慧 接回向无上正等正觉 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在远行地这里呢 他已经是像媳妇熬成婆当老婆婆一样 就是非常非常的功德福报福德 累积非常的资量 非常的广大 非常的广大 华眼睛写得很清楚 再来你已经证悟了 是证悟哦 证悟无声法人才到阿比巴志 第八地不动地不退转的 往生四方极乐世界 阿比巴志不退转的菩萨 到了这个境界才是已经出世间 第八地是分水岭 就是说你在这边已经清楚明白自己的资粮 已经到达了不是世俗地而是圣意地 这是法华经的大白牛车 在这当下你可能陷入了顽空 所以第八地的菩萨被佛亲自降临 劝请他要出来度化众生 相传荣树菩萨在 观世音菩萨跟荣树菩萨都是八地菩萨这边上去 可是又有其他的传说是说 他们都十地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更不用讲了 一生补处 倒架此行 正法光明如来 又再现菩萨度化众生 因以合身得度者即先合身而为说法 那个次地我想应该不止八地 所以只是他所谓的八地应该是方便说 是他当初那时候出证物的那一个 那个差弱 那个时间空间 才是那时候所记录的 但我们不能停留在那当下 因为时间一直在拖后延后 所以菩萨的资料一直在增加 国位一直在证物 那么再来第九地就是法王子住 就是善会地菩萨 就是要广开 因为第八地菩萨被佛劝请了七次 你不可以做自了汉 你不可以做顽空的 就是证物空 那只是小涅槃 你要知道大涅槃是什么 你现在证物的并不是真正的如来地呀 虽然有出时间 但你执着了 你应该出来讲经说法 大普润众生 广开法语 就是像法华经讲的 有没有 大于润 大经小经 有没有 药槽品 就是润则所有的众生 大经小经 大 大树小树 有没有 皆 亦语润则之 就是你要广开法语 法语 这样子 让大众都清楚 你要讲经说法 所以在第九地就会 正悟辩才无碍 口业清净 口的功德业力 然后在第十地 法云地 就是你的佛法 已经非常的丰盛 像云一样 骗尽虚空 骗法界 广开 普渡众生之门 广开 秦转法轮 那么在这一到十地 在入中润的修行次地 是被如实的展开 可是 为什么众生 无法进入 这个修行的次地 第一 没有大悲心 被锁之杖 遮住了 第二 没有那个 人我 人我法 二空知会 有没有 也没有那个 圣意地的菩提心 跟世俗地的菩提心 的智慧 所以他就有烦恼障 那这个烦恼障 就会变成怎样 众生犹如 洞水月 见其摇动 与性空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就是众生 就是流转三界 本无实体 但是因为这个夜风 他众生都随其他 转身而来 都有这个业力 善恶业力 每个人 智慧 资良 福报 不等 还有这个意识浪 意识浪就会有这个影像显现 十五众生 四有众生 欲如洞水月影 刹挪摇动 五指西顾 你看多少人 你看你 蜘蜘蜘蜘蜘 我会说 法师吃败 吃败 所以你要指责他 但是你听了这个夜市 你就如洞水影 如洞水月影 因为真正的如如不动 是忠道 不造罪业的 而且是广开慈悲心 才是真正的智慧 剥蜘智慧 那就是众生 就是不知道这件事 就会夜风势浪 有没有 他的意识啊 就会在他脑海里起波浪 就开始造作很多的影像显现 有没有 这个欧影看到了 啪啪啪 没有对焦啊 不需要开枪啊 你只要我嗨 say hello 我一样就不见 他不知道要这样做 他都执着 我那样的智慧是法指 他就坚持要那样做 就像现在有没有 为什么不能和平 大家都坚持自己 一定要这样做 一定要这样解决问题 都没有想说静下来 让这个夜风势浪停下来 一定有更圆满更和谐 更美好的方法解决问题 但人我对立之下 夜风势浪 不是这么想啊 所以就被写 众生犹如洞水月 见其遥动与星空 把那个水中月看作是实际的月亮 然后就一头栽下去 一直轮转不停 看到影子跟水 都当作是真实的东西 见为一物 于无我中见有时我 在做人啊 在梦中做梦 还认为这个梦是真实的 认为这个我是真正的存在 有我的国家 我的党派 我的学说 我的立场 我的明文立扬 我的我的我的 都不是我们的 大家的 都没有这个 以我直为根啊 流转生死 那菩萨看见众生受此 毫无意义的苦啊 你自己在哭什么 太笨蛋了 这不用这样苦啊 他就觉得 哎呦你们真的是 为什麽因而兴起慈悲啊 这就是法原词 要救度你上岸 我要告诉你 那个黑影看起来很讨厌 对不对 你可以把灯打亮啊 黑影就没了啊 把自信的那个光辉 照亮自己 又照亮他人 拿来的黑影 让你讨厌 会心生恐惧 而形成对立呢 何必这样 如果是我国家元首 我告诉你 我想尽办法赚钱啊 救济灾难啊 对不对 想尽办法 打什么仗 你要什么 我赶快给你 对不对 让你开心 你开心我也开心 有什麽好打仗的 我会这样想 就是想一大堆 大家开心的方法 永远都只坚持 我的智慧 绝对权威的智慧 你的智慧 就是低劣的智慧 我不用 我不采纳 没有用啊 你这样子 对不对 空间很挤 然后把人消失 空间就不挤了 那这些人都消失了 市农工商 谁来为你服务 你为我独尊的话 有没有 谁 让你很开心 人我互动是很重要的 不是要绝对的空 如果这个宇宙万物都空 也没有星星月亮 太阳地球 什么星球都不见了 你虚空你最大 看你用什么精彩 对不对 你用什么 丰富你的人生 对不对 这一切太吵杂了 太闹了 我要寂静 寂静是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的心 没有一刻安静下来 没有一刻 能够真正的宁静 达到极尽涅槃 没有真正的被满足 所以就会看到很多人 这些人的存在 我都不喜欢 然后这些人都是缺点 所以我为了要极尽 为了要虚空 这些人最好都消失 不是这样解决问题 因为他们的肉体消失 临世还是存在 所以你那颗心还是会被干扰 因为你会良心不安 你知道吗 你知道 会良心不安 因为为什么会良心不安 为什么会知道 也就是 我们吃了这些鱼 吃了这些鸡鸭鵝 他们的意识都还是存在 他们是欢喜你 还是怨恨你 就会造成你心中很多的反腾 那个 摇动的 摇动其性 但众生不解 不明白 没有达到这种 这是自信本空 所以不懂得像学习 那个众菩萨有没有 知道这个因果不空 他知道因果不空 所以 虽然没有实际的众生 可以度脱他 但是他是仍然坚持一直 度化众生 永不厌倦 永不厌烦 这就是无缘大悲 也就是解释 虽然众生 你跟我是无缘的 但是我还是愿意 讲到你懂 讲到你明白 讲到舌头破了 继续讲 就是要让你明白 无常的 这个佛法 不是你给我两万块 我就愿意讲的 你没有给我两万块 你拜托我讲 我看见你需要 我就会讲 对不对 无常 无私的给你 不怕竞争 因为我们怕竞争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什么是佛性 佛心 不懂得什么是大悲心 我们不懂得如何超越自我 我们不懂得就是众生 皆成佛道的重要的意义 我们因为不了解这一点 所以我们不知道就是大悲心之外 还有次第的修行 对不对 一到十第 众生要学到十第 你都看到一个伟大的佛 他成佛一定会第一个救济的是你 你想想看你把一个坏人变好人了 好人怎么可能不帮助你 对不对 就是这样大悲心的显现才这么可贵 大悲心的存在才会这么有价值 而这个大悲心就是为了要帮助众生成佛 一到十第 哪那么简单 而如果那么简单 他是那种立根的人 你看龙树菩萨为什么会无私的传给提婆 Deva 圣天菩萨 无私的给他 大家都说提婆所说的经论跟龙树无益 你看提婆的天资高到这种程度 后面的轻便跟佛护 讲的佛法都还有缺失 下面的人都还会互相说起他们的过失 他们写的论述有期 看得出破绽缺点 提婆毫无缺点 你看龙树菩萨的胸襟 心量多大多无私多不私场啊 愿意栽培我的弟子 Deva 提婆 提婆也是有情有义啊 宣说老师的威德 宣说老师的学说 宣讲老师的智慧 宣讲继承老师的所有伟大的著作跟论述 他就这样子回馈他的老师 如果龙树没有那个心量 我相信他的中观中论学绝对没有办法传承到至今 会被这么多人推崇 会被藏地佛教 然后产生一个月成传道 月成菩萨 月成论师跟宗克巴大师 到藏传佛教把龙树中观学发扬光大 所以我们做人要有远见 我们看不到现在所发生的这一切 对我们有什么利益 但是我们的大悲心要存在 才能够像龙树菩萨一样 愿意传承给Deva 提婆传下来才有佛护跟清辩 也才会产生这个月成菩萨 也才会讲出这么美好的大悲心的道理 让我们懂 我们要知道 法不孤起 障经方生 一切有因有缘 一切的存在必然有他绝对的道理 以上 对于月成论师的路中论 他前面的寄送的分解 以及一到十地菩萨的修行次第 希望让您能够收获非常 而且对你的人生 还有你的佛学的思考 佛学体悟体证 以及您在见思或 这当中都有所破解 破除所知障 烦恼障的一个帮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